川市水煮魚 麻辣鹹香 对长勺的曹淳轩来说 这味不止诱人食欲 它还是家的味道 身为吉林人 长在华南 却独中四川味的曹淳轩 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 他会越过台湾海峡 只身带着儿子 移居到北回归县以南的高雄 这一炷就是十二个年头 香愁早已化作舌尖熟悉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这就是我从小吃的味道 这学得的一手传菜好手艺 让来自大陆的单亲妈妈曹淳轩 在陌生的南台湾创业开餐馆 让她落地生根 抚养独子 长大成人 哪一个女孩子不带个梦 嫁到任何一个地方 就是都是加入好的家庭 忘记我们嫁到这么远 二十岁那年 曹淳轩在广东 结识年纪相仿的台湾前夫 除了一桩人人称线的婚姻 却因为前夫外遇 短短几年幸福梦遂 我是因为小孩到后来四岁 我没有办法说 在大陆一个人抚养他 在大陆抚养小孩非常非常 因为她是台湾小孩 我到四岁带她回来这边 性格刚毅的东北女子 为了孩子 独自踏上一乡台湾 而正是和前夫离婚之后 她甚至瞒着家人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 安慰着曹丞轩的 是她的独子 对于十二年前那场 失败收场的婚姻 曹传轩已经心无芥蒂 因为转念一想 若不是当初嫁给台湾狼 又怎么会落脚高雄 认识这个天气和人们 一样热情的城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